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斯普拉 寶劍士又來啦 今天要復健的這位朋友呢 他的段位是在X4加0 所有的武器是滿意砲導波筒 那他現在目前遇到的問題狀況呢 是他之前一直使用的是這個水槍 也是近戰武器 然後發現一直都打不太上去 那現在改完後排 想要照一下在對戰裡面呢 有什麼問題跟操作可以提高的地方 那我們吃不吃 趕快來看一下這位朋友 今天是一個戰局吧 是這個海英美術大學的增格區域 好了 是不是趕快開始囉 這個對戰看起來是KD術 看起來還可以喔 對面的弱夜感覺好像非常的傻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幫這位朋友見解一下 來看一下他的問題在哪裡吧 好 好 那老樣子呢 我們這個開局的時候呢 我們還是會先看一下喔 現在目前呢 這個武器的編程呢 是這個 四重彈掉手槍 跟這個 載玉標記槍 蠻翼砲的波筒 跟碟霧2 那對方的武器呢 是兩個這個星夜射擊槍 跟一個油快捷 阿法 還有這個劍度槍 那以我們的這個朋友呢 使用的是蠻翼砲的波筒呢 基本上除了 這個 油快捷 其實油快捷也是打不到了 他的手是最長的 這位朋友的手現在目前是最長的 四個武器 其實他都是可以很好做這個 在射程上的攻擊 但是呢 在這個波筒的機動性來講 要非常小心 這四把武器呢 雖然說油快捷也是G 但是其實機動性也是蠻高的 還是要非常小心 這個對方呢 繞過來 尤其是像建築槍喔 我非常喜歡躲在角落 突然就衝上來就給你抓了 所以這個 安全距離呢 一定要抓好 來 我們開始吧 好 這個 剛開始呢 海女美術大學呢 中間的高台非常的重要喔 誰能先拿下來呢 誰就可以搶到比較大的優勢 開局可以看到呢 是先做左右的這個波地板動作 現在中間高台是有人的 再做一點驅趕 那隊友兩邊都各倒一 現在地板是被搶回來 這個時候呢 先呢 趕快把SP抓出來 然後先把雨下下來 咦 這個位置下得不錯 好 現在可以把地搶回來了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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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中間高台 左邊隊友也開出來 這個也不錯 可是 喔喔喔 有點危險有點危險 剛剛這個飯糰有點危險 nice 漂亮喔 啊 這個可惜 吃到這個飯糰 這個就可惜了 這個就可惜了 剛剛這一波我現在可以看到他們的隊友已經整個進到家裡了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壓技喔 脫近可能 脫敵人的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好 現在持續到屬中 好 開始土地板 好 想要在右邊 現在敵人右邊有這個 星夜射擊槍 好 星夜射擊槍上來了 欸 這個抓不住 右邊的 這個 這個 糟糕 糟糕 啊 這個 第一個 欸 這個部分呢 這個部分的死亡呢 就是有點太堅持囉 剛剛可以很明顯看到 其實這個若葉在這邊出現的時候 欸 我現在要換一個黃色 換黃色好了 呃 若葉呢 在右手邊這邊出現的時候 其實以泡澡波桶來講 因為其實它本身丟出去大概有四顆泡泡 那其實是會有一定時間的硬直喔 就變成說不管你是跳射 或是走 在站著射這件事情 其實都會不太好做一個機動性的遊艾 所以像剛剛這個情況啊 最好其實是波了地下 沒有打到的時候就是趕快往後退 或者是就要廢回家 就是如果你確保你後段這一邊的這個位置是安全的話 就是先往後退 因為吸血射擊槍的機動性很高 面對到這個機動性比較高的武器的時候呢 真的是 毫不猶豫 趕快退 會比較有生存比較重要喔 好 現在目前由敵方這邊先把這個地先搶回來了 好 對面倒2 我們這邊也倒2 好 現在戰場上是持續的倒數中 這個時候可能要先趕快先把地板稍微補一下 好 現在只剩下一個人了 好 OK 只剩下我們這個朋友 補地板 這個時候其實 其實現在這個時候在這個位置 其實是有一點點危險 因為其實可以看到目前喔 這個場面喔 的地板呢 其實全部都是敵人的 如果要是遇到比較機靈一點的這個短手的人 他可能在這個下面這裡啊 就是這個這個地方啊 蹲啊 其實很有可能馬上就把這個位置上搭掉了 就是要非常注意喔 尤其如果假設在這個後面這裡啊 有什麼油快捷 他肯定一出來馬上就帶著 比較危險 欸 奇怪 我們的聲音 好 好 這邊呢 持續的補墓 好 哇 有點危險喔 都會被這個新夜射擊槍的這個飯糰喔 瞄準 非常危險 好 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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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兩邊的鯊魚開出來 互殺互補 好 油快捷在中間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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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想要打油快捷這個動作 其實是可以就是收起來的 因為我們的武器 它是一個曲鍵型的彈道喔 在沒有很好的反彈的情況下 它其實不會這麼容易就可以打上去 而且 你跟這個油快捷對槍來講 我們相對來講是比較弱勢的 雖然說是沒有被擊殺到吧 但是站在後面呢 把地板補好 然後輔助隊友其實會蠻重要的 好 右邊下來一個人 好 這邊打到一個 欸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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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喔 這邊有點危險 後面很多炸彈 我覺得這位朋友其實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在中間高台的部分 因為其實以這個射程來講呢 基本上呢 你真的是最長的 所以其實你如果有上去這個中間高台的話呢 即便油快捷 因為你要想想看 現在目前喔 在你一個有一個良好的佔地面積的情況下 油快捷如果在下架的話 其實射程距離是 對你來講是很好 只要站稍微後面一點 不要被這個飯騰攻擊到的話呢 其實你在高台會更容易可以看到在下面的敵人喔 因為變成是說你現在在這個位置上來講 射程比較難以發揮出來 因為這有很多邊邊角角的地方 然後面對到真的是有水槍系的人出現的時候 我們的機動性又不足 走下兩隻 這個就要退一點 這個就要退一點 這個射程就沒有保持好了 這就很容易真的被捉到 而且很明顯可以看到 這一邊的這個 我們在開局的時候 如果看小地圖的話 一看就可以知道對手想要用什麼樣的戰法 這個星夜很明顯就是要狂丟炸彈 好 我們先出發 我們這邊倒1 好 對面也倒1 這邊算倒2 倒3 算倒3囉 哇 這個其實真的會很不好打 我覺得以這個局面來講喔 就是刷雨會很重要 刷雨然後幫助隊友會很重要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地板不好補起來說實在 nice 漂亮 好 這下面確實有一次 右邊下面應該會 這個如果有上高台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啊糟糕 直接被大量拒殺 好 重新出發 好 隊友在前線又倒1個 這個隊友可能在前線有稍微比較鬆一點 nice nice 高台驅趕以後 先把雨 現在對面倒2 倒3 倒3 其實這個 其實像現在這種時候就非常的關鍵 就是 尤其是在區域模式喔 就是現在目前只剩下新夜射擊槍 新夜射擊槍唯獨的就是兩顆飯糰 兩顆飯糰加一個超大防護罩 那他現在沒有超大防護罩 他除非就丟了兩顆飯糰 所以像現在這種時候呢 盡可在場上還有三個人 再加上隊友有一個SP的情況下呢 非常強烈建議 最好是一定要上高台 然後地板塗起來 就是在現在這個情況下 這三個人都至少 至少要8秒吧 至少要8秒才可以回來 所以即使你上了高台以後 你可以把你的專注力放在這一個人在哪裡 你可能看一下他在哪一個位置 不管他在哪一個位置 你一定都會知道他在哪 所以只要確定好他的時候 你在中間高台把你搶架的時候 你剩下兩個隊友 一定會慢慢的可以把陣線稍微往前 他們就算不往前 他們會稍微游移 那這個時候你在高台就可以盡可能的去 去用你的雨啊 去這個怎麼講 去塗他們家的地 就防止他們出來 拖延他們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點是非常的關鍵 就是你能不能搶回來 這個時候就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這個人數明顯優勢的情況下 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是什麼 好 左後方我看到了 在這裡 欸 這個 企業設計槍在這邊 這裡這裡這裡 在這裡這裡 所以這個時候呢 倒三的時候毫不猶豫 上中間高台 地板搶回來 然後開始 留意一下這個企業設計槍 然後看一下 遠方從家裡 大概會重來出來 這個 非常非常關鍵 非常重要 好 搶回來 這時候其實應該就要往前 那再下來這裡呢 會有一個缺點是 你沒有辦法知道 左邊 左半邊發生了什麼 好 他們都在家裡 都在家門口 對 這個時候 下這個雨 在這個位置上 有一點可惜的點是 因為現在地板是我 所以你在下這個雨的時候 敵人也不在這個雨區內 所以他就會變得滿可惜的 所以他就會變得滿可惜的 好 被開出來了 好 下面 下面 正下方死了一個 剛剛雨是還是有潑到 對 所以剛剛這個時候 看一下我們會不會稍微往前 好 這個時候送中間高台 會有可能到剛剛那個情況 就會變成說 天秤 就是 我們剛剛說那個星夜在這裡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候 你在高台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驅趕他了 你不管是丟什麼都可以 而且再加上你上了高台以後 你可以把你的這個沙水區 丟在這個地方 那敵人出來的時候 你站在這個高台的位置 你就可以看到敵人從這裡出來 他可能會走這裡 他可能會走這裡 然後再包含 你也有可能持續性的 對這些地方脫沒 然後再加上如果剛剛那個雨 只有留著的話 或許說不定丟在這個位置 或是丟在這個位置 讓這個面積 就往前 就是你會更明顯看到敵人會被驅趕 他可能從這裡出來 或從這裡出來 那你的隊友就會更好的 更有機會的可以去 呃 補殺這些 落出來的人 這個樣子 好 我們來繼續看 好 現在目前 好 這邊剛剛是有殺到人的 好 現在開始撥進去 持續持續 其實剛剛這個 其實這個 這個其實可以不用下了 這個時候其實真的 其實是可以不用下 你右邊知道有一隻 然後你中間殺到一個人 其實這個時候真的可以不用下 你可以繼續在高台 的原因是因為 你應該要在高台 持續的對他們家施壓 持續性的施壓 因為你的左邊這裡的隊友 已經要繞上去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已經沒有任何敵人衝出來的時候 中間高台 守住就會變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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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 好 這個下來有點可惜 因為已經在持續倒數中 好 這個左邊進去的 這個隊友已經死掉了 好 準備追回來 Nice lead喔 好 右邊有一隻 這個時候直接被進來 對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剛剛這個死亡 就是因為這個 呃 浴缸的硬子 在這個地方就會比較大 而且這個地方呢 剛剛的敵人其實是在下方 他其實是在這一個區域的下面 那其實你在這裡撥墨的時候 他很有可能會流上 他有可能會往右邊 這個是你沒有辦法預期 你的這個彈道攻擊的時候 是可以準確的打中他的時候 剛剛那樣子的時間呢 其實就會造就變成說 其他敵人會過來抓你 這個其實作為後排要特別小心 這個東西 就是有一點 呃 剛剛多花了一點時間在去 想要追 想要攻擊他 所以多花了一點時間 那個末就會變得有點可惜了 好 好 停下來現在目前倒3 被敵人抓回來 這個時候打開就很重要 這個像現在這種時候呢 差10幾秒 我們這種時候到底應該怎麼辦 要趕快把這個SP抓出來 終止他們的這個倒數 時間還有1分10秒 時間還很長 這個時候最忌諱的是什麼 就是剛得士的時候 然後想要趕快去把地板搶回來 然後送這個就是最忌諱 好我們這邊5-2的隊友已經死了 還有剛剛這一個真的是強烈強烈 再強烈跟大家講 再倒回去看一點點 好這個 這個可以看到這邊這個 我們當做一個學習的教材 呃這個5-2呢 剛剛是倒3嘛 5-2一出來直接下去 沒有地板送頭 好馬上這個馬上就是 可以看到就是這個狀態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這一個是 四番朋友 好四番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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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 下面也是 全部都是迪末 這個這個全部都是迪末 就是 你根本就不知道敵人在哪 這個跳 就是你下去 真的送頭的機率 真的太高了 好下去馬上被夾殺 好這樣 這個時候對持續圖 你可能會被追過去 沒有錯 但是沒有關係 先把SG抓出來以後 下下去 然後看情況 好像有點危險 對這個其實有點危險 因為剛剛在下去之前呢 應該其實就有瞄到 這個 油怪傑已經在下面 好 油怪傑已經下來 油怪傑已經在下面 下面已經至少有兩隻了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油怪傑剛剛從這個 高材下面下來 然後而且這裡好像還有一隻 對對對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 下去是很危險的 好 下完語這個時候其實 應該就要退 我這邊呢 強烈給大家建議 不管你在什麼段位 只要 你的射程 比如說你的射程 正常來講 應該是 打這一邊的位置 跟你自己 你就應該要保持 這一段 這一段長度的距離 所以比如說 你看現在這裡都是狄墨 這裡都是狄墨的情況下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在這裡打的話 那你應該是想要 站在這個位置 我舉例啦 你至少要有一個 很好的安全距離 不會讓別人 可以馬上衝出來殺你 那就是因為 你不確定這裡會不會有人 其實這裡超常有會躲 就是不管在哪裡 其實離自己很近的位置 像這種守長 我們沒有這種 新夜射擊箱的機動性的時候 你也沒有辦法雷神步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會死掉 會被拘殺 那就會變很可惜 所以說一定要特別 有意的去想說 這裡會有人 這裡一定會有人 現在即便是連高端場 我跟大家說 連這種地方都可能會躲 真的沒有騙你 這裡都有可能 你要保持一個 用懷疑的心 好這個被拘殺掉 這個就沒有辦法了 抓回來 然後直接 因為從剛剛的這個戰局 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這三位 其他三位隊友 都會在這個場關上呢 基本上地板過好的情況 他就會直接衝下去 所以剛剛有速度打開 當然就是可能剛好 順勢夾殺 或者是比如說我們SP開出來 有殺到人 所以那這個時候就要知道 我們自己的SP 跟輔助隊友 可能是整個戰局的關鍵 所以自己不能 不要 盡可能不要死掉這件事情 就會變得非常重要 還有就是 你隊友會衝嘛 但是你盡可能 幫助你的隊友 你不一定要下去 但是你配著高台 因為畢竟手比較長 你可能可以幫助他干擾隊友 讓他去殺到你 好 現在他們其實都押上來了 40秒 持續倒數中 987 倒3 倒3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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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波打開 就會是 真的非常關鍵 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跟這個 進攻的回合制有點關係 剛剛大家看得出來 你有成功打開 就是你搶回來 這個就是一個回合 我們之後會再做影片 分享給大家 就是現在這個就是一個新的回合 你在這一回 剛剛在那一回一回 成功阻止 現在目前全員都已經結束 然後剩下32秒 我們還有30幾秒 再加上還要倒數很多才會贏 所以這個時候 你的整個戰線 都要大大的往前壓制 這個往前壓制 就是除了圖以外 誰從那裡溜出來 就要去把他殺掉 就很重要 好 高台是關鍵 這個時候 要留意什麼東西呢 其實很簡單 這個時候 你要看 你這個時候站在高台的時候 你就要看這個重生點出來的人 他從哪裡流 有些人會從這嘛 有些人會從這裡出來嘛 有些人會從這裡跳 然後從高台下來 還有人會從這裡出來 就是這個地方一定要瞄解 所以通常來講 如果他們還沒有出來之前呢 我可能會在這裡丟一個灑水器 或是在這裡丟一個灑水器 或是先補一點墨 就是讓這一塊 變成是我們的墨 那只要他稍微有一點改變 你可能都會發現說 欸 有人要從這裡出來 就這個時候 非常關鍵 這個是關鍵時刻 最後一波 好 右下有一隻 對 有看到人 有看到 好 進加了 哇 這個就有點尷尬 因為這個情況呢 有可能 你的隊友在前面 然後 整個被拆開 好 前面倒一個 但這個時候回不去 這個其實 這個真的有點尷尬 好 現在倒了 現在有只剩自己了 這個 哇 有擊殺到一個不錯 但是這個 沒辦法 沒辦法 啊 nice nice 哇 你這個 這個表現不錯 這個後面這個表現不錯 但是後面這裡真的 6秒 哇 可惜 哇 這個 這個沒辦法 這一局我會說 剛剛最後結束呢 我覺得這個朋友 在最後已經盡可 做到他可以做的事情了 然後呢 我覺得 我覺得整個 最可惜的就是 前面 有機會在中場的時候 多增加一點這個 干擾 就是增加你倒數 就是干擾對方 增加你的 戰力的機會喔 但是 可能在這個走位上呢 我覺得要習慣一下 在海女美術大學 這個位置的區域模式 你該站在什麼地方 就是你 開始有一些優勢 跟機會的時候 你要站在什麼地方 打會比較好 我覺得這個還蠻關鍵 所以剛剛其實有幾個地方 包含可能 呃 有些地方的死亡 有點可惜 就是譬如說 在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死掉的話 或許有點機會可以Po住 那因為你使用的是這個浴缸 它本身就是比較輔助型 不是一個 呃 超前線型 可以擊殺 或者是可以精準 像是這個旋轉槍系的 格林系的 可以看到誰 標準到他 殺到他 所以說 在這種比較輔助系的後排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做呢 你盡可能就是要減少 被大量的這個 呃 逆轉的機會 就變成說像剛剛那種 有得失的時候 其實你他的干擾 干擾是 作用是非常強大的 所以必須在你有干擾機會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掌握住他 要不然你在後面 你是落後的時候 其實你是很難很追回來 就是有點像是這個5G 比較像仿貌如未然的那一種 想辦法 找到對方的缺點 找到優勢 然後hold住他 大量的干擾 會比較像是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有點可惜啦 就是隊友呢 在這個比較多的時機點的時候呢 他可能孤軍奮戰 也沒有辦法順利打下來 所以就會造成 在這個後面的 一個人其實也很難 把整個局面挽救回來 有點像是這個樣子 好的 那這個呢 差不多以上是這個 今天這個局面的 目前看下來的 復盤的這個狀況 那如果呢 大家對於這個復盤有興趣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 投稿你的這個對戰編碼 只要你將你的段位 跟你的5G 還有你目前遇到的問題 然後只要來信 到我們這個說明欄裡面的這個mail呢 我們就會找時間 幫你做這個復盤 那希望的這個朋友呢 看完了我們今天的復盤呢 對他有幫助 如果你還有任何疑惑的話呢 歡迎再提供任何其他的場次 好的 那今天呢 斯普拉寶劍士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第二次再見 拜拜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小鈴鐺